HELLO 了世紀天天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條盾人對賞兇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3的阿拉伯比賽 好 軍閥3來到了Hero對決Rype 兩位都是世界冠軍等級的選手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是在出身點位大約9點鐘左右的方向 這邊是選擇的條盾人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條盾人這附近的金礦跟石頭的狀況 這邊石頭在前面跟果子在前面相當難受 後方黃金在下方 中前方的位置有點尷尬 這個金銀有點太前面了 而且這裡有個高地很容易被對方給控制住 整體看起來地圖來說對HERA來說是非常不具有優勢的 但是他後面有一根石頭 如果他能把石頭順利鏟出來 把城堡插在黃金的位置才有可能順利守下門面 前期來說HERA會過得相當痛苦 中後期還有這個金礦要守的問題 短期來看HERA地圖是相當悲慘的 悲慘 也不是悲慘 就是相當慘烈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Ryper Ryper這邊的經濟狀況 果子在後面 黃金在前面 黃金的部分跟HERA很像 但是他有一塊金偏後方 其實前面金被控也可以到後面 偷偷挖礦也不是問題 當然有一塊金也是偏前面 但是位置也沒有比像HERA這麼的前面 而且還有高地 那Ryper這邊地圖呢 感覺是比HERA上好上一點點 而且石頭也在後方 如果要小微的話 可能成本會比HERA來說多一點點 比如HERA這邊的小微 更簡單 這邊稍微微一下 TC斜防一下 就可以把這個資源圍好了 但是沒有辦法守到任何的礦點 所以我才說HERA這邊 不管怎麼做 都會一個 是一個比較難防守的一個狀態 那Ryper這邊則是要大圍 那前面的話 可能還是要圍出來一點點 把這個高地圍起來 千萬不能讓HERA在這個高地上 有這個制高點 有這個制高點的話 Ryper會相當無力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封劍時代會怎麼打 好HERA這邊是已經點下了 這個制度技術 大約還有5秒 好準備升時代 Ryper這邊的升級 則是偷了一個支部 多按了一隻村民直接升級 那這個升級時代的一村的經濟差距 就會領先了 所以可以看到Ryper這邊 村民是多一村的領先狀況 比對手 條隊人 還要更好一點點 就這麼一點點而已 大概已經快要160 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斯基利果就是一個細節累加的遊戲 你的細節做得比對手更好的時候 你就具有更多的優勢 這聽起來像是講廢話一樣 但是這卻是斯基利果的精髓 這個越廢話的事情 越是重要 好我們來看一下HERA 這邊是點下了一級伐木 那這邊農田要不要趕快點呢 條隊這邊農田非常便宜 通常封劍時代撒田 都會領先對手 點下一級農田之後 這個經濟是直接起飛了 但是如果這邊投資了一級農的話 可能會讓自己的肉碼會少一隻 或者是這個一級色 偏難點一點點 而且這邊陽涵沒有吃完 所以暫時一級農不會先點 而且這邊是轉攻兵開的關係 所以待會還要再思考 哪時候去下肉碼 好那HERA這邊是決定先把後面先圍死 這裡圍下 這邊決定直接稍微大圍一下下 用正面的去防守就好了 沒有打算要超級小圍 但是礦一樣是遺留在外面 好那這樣子圍法呢 他這邊就有更多安心的空地 可以去撒農田了 好那看到Viper這邊是決定出一堆肉碼 四隻肉碼到了HERA家 HERA是直接選擇了攻槍開 攻兵加槍兵的開局方式 那Viper這邊看到攻兵 還有槍兵出現 待會要補射箭場 我已經補好了 好 那Viper這邊是兇人的關係 不需要蓋房子 但是開始木頭減100 那這邊兇人的經濟優勢 也可以展現出來了 已經8片農田了 HERA這邊是只撒了3片田 雖然這個成本上優勢 但是Viper這邊的節奏似乎做得更好 最近HERA這邊有控黃金的壓力在 直接補了一根劍塔 這樣比較好防守一點 那條多人的劍塔是雙倍裝載量 可以看到這邊可以裝10個人 這10個人的話防守也可以更輕鬆 這裡就算有10個人挖金礦不蓋TC 10隻村民都可以到這個亮王塔裡面進行防守 這算是條多人的一個小小加成 好這邊還在繼續敲 看要不要只改一個人去敲這個劍塔就好了 因為太多人去敲的關係了 快要斷金了 最後一隻弓兵出來 OK 冥想給再一隻弓兵 好 再補一隻 把這個洞補起來 Viper前期是用弱馬 跟戰毛兵的一個壓制打法 好 待會Viper 這個農田撒的差不多之後 就可以去點這個一擊射 然後開始挖金 開始挖金了就可以開始轉弓兵了 毛兵就可以暫時不用點了 除非條盾TERA這邊變成弓兵怪 一直按弓兵的話 才有可能會繼續出毛兵 還有這個一擊的弓兵鎧甲也需要點下 好 這邊防止打一打 血量歸零 但是有兩個果子卡在這 結果還是有洞溜了進來 來看一下這一波騷擾 這波進來之後 Viper要怎麼騷擾呢 用毛兵稍微打下村民 暗殺力很不足夠啊 Viper是很難做到事情的 HERA這邊是連村民都不想收 你要打我的村民就給你打吧 反正毛兵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癢癢的 反正我的弓兵不死 你也不會直接硬上 Viper很清楚 HERA很清楚Viper這種等級的選手 不會輕舉妄動 保存自己的戰力實力更為重要 好 這邊就讓他打 反正我就去慢慢採資源 HERA這邊反而是先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農田直接突然撒到19片 Viper這邊反而只有14片田 這就是條盾種田之力 反超Viper的農田樹 好 這邊在時代上還有領先 那些暗攻兵的關係 這個肉也沒消到太多 更能快升到城堡時代 那HERA這邊已經升到城堡時代 領先大約Viper40秒的時間 那這邊應該也是小打小鬧 應該不會有太多的火花出現 而且Viper這邊連一擊的弓兵鎧甲也沒有點 這邊毛兵有點被射甲 待會可能還是要倒光了 好 上去把這個毛兵收一收 待會上去的話 兇人其實是可以打馬功的 好 這裡補下了三個射箭場 四個射箭場 哇靠 好 那還是要走馬功 那剛剛這個一擊的弓兵鎧甲 可以提倒投資一下會比較好 好 還以為他沒有要打馬功了 那兇人呢 城堡時代馬功 騎士路線 都是能打的 好 這邊還是三射箭場 比較穩定 四射箭場的話 產能有點過多了 而且太浪費木頭了 把這個神下來木頭找點開TC 會是更好的一個選項 好 但是調整現在有弓兵上的數量壓制喔 馬功現在要打贏比較困難 所以這邊是先轉出了戰毛兵的升級 先穩定前線的壓力 再轉馬功 二級射也補下了 戰毛兵升級 一瞬間升好 二級弓兵甲沒有點 好 左邊的四隻獅頭打一隻騎士 可能會打到頭部的血流 還是要趕快拉走 高打低打一下 還是有點痛 別打別打 這裡撤了撤了 戰毛兵很努力的想要去換掉對方的弓兵 沒有彈道學 有點歪 所以有viper 馬上點下來彈道學 打學補的很快 有彈道學的話 自己的操作 就不用這麼的費心了 把這個手術 控制力給省下來 然後去種田 三龍三木 二龍二木三TC 是可以考慮的 好 viper 這裡是繼續 戰毛 沒有轉馬勾 Hera 這邊是稍微停兵了 先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這裡投資一個劍塔 後面要這邊偷挖石頭 這裡不算偷挖 有開採石頭 這裡要再開一個TC 開這個位置 把這個口給堵起來 好 堵這個口 那不是開這個位置 就有點可惜了 但這個位置的話也是蠻危險的 畢竟viper有可能會在這邊蓋TC 蓋這個BK 工程器製造手 好 那這隻騎士抓到了戰毛兵的路徑 擊殺幾隻戰毛 前期打鬥還算是蠻平靜的 好 viper 這邊開始轉馬弓 戰毛兵開始壓制住了弓兵的數量 HERA這邊是轉出了工程器 爐炮 爐炮不管是要打工兵啊 或是要打馬弓戰嘛 或是很好用的一個單位 當然打步兵效果也是非常好 而且條隊還擁有鋼鐵甲科技 可以讓自己的工程器單位 近戰防禦率特別高 所以對於viper的爐炮來說 鋼鐵甲也不是第一首選需要點的東西 這邊還是要轉一下工程器 或是要轉戰毛兵去防馬弓 會更實際一點 好 viper這邊3TC已經補下了 在上方的黃金礦位置 處境給我TC防守 馬弓慢慢成形6隻 HERA這邊果然轉出了戰毛兵 遇到兇人馬弓爆 這裡直接轉戰毛壓力最小 不用太多的心思就能防住 這個爐炮在農田裡面發呆 到這邊直接收村 8隻錯名全部收進去 好 左邊的位置 衝進來 先射一片農田 爐炮過來 能射掉嗎 可以 鑽一片田 當然這個鑽一片田也沒鑽多少 已經這個田太便宜了 只是可能鑽個50木頭左右而已 好 這裡過來 點掉了一隻村民 應該是40木左右 可能50木沒那麼少 好 那看到這裡 兇人是補下了馬侃 還有虔誠科技 開始轉出了一些森女科技 要來防守一下 點下了跟蹤技術 馬弓甩弓才會比較輕鬆一點 畢竟剛剛已經投資了彈道血 馬弓去打下去 也不會太差勁 兩邊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要打一個大後期了 城堡塞兩邊的暴兵速度 並沒有很誇張 或是還是天龍的狀況 HERA這邊的濃度 濃的程度來到93村 打Viper83村 Viper一直想要多線抓村民 我確實也抓到了幾隻 但是村民差距還是被打得出來 HERA領先了10村 Viper還落後 那經濟方面呢 也是條盾這邊領先 條盾經濟 不管是打黑森林或是阿拉伯 往往這個資源量還是會領先對手 這還是歸功於這個田很便宜的一件事情 好 這邊看過來 森女遭翔 遭到了一隻兇人的騎士 條盾這邊 森女第一次先倒下 後面補下一個馬卡 來 這邊戰寶兵 躲到城市中村下 直接收進去 好 上方也有少量騎士往前衝 二級馬卡也補下 有二級馬卡的話 才不會被射得那麼痛 這個高地補了一根城堡 有這個高地的話 補這根城堡 右邊的防守就會稍微安心一點 好 馬攻趕快集火掉 好 麥婆這邊馬攻好像有點失誤 這邊馬攻要拉走 不然馬攻速度會損失的很快 往後拉一點點 讓騎士去扛戰毛兵 細節有做到好 讓這根城堡的建造 出現困難 好 赫拉這邊是帝王師在點下 但是現在兵力完全不夠 只靠戰毛兵 打起來還是有點吃力 但是如果打騎士的話 又打不贏兇惡的馬攻 其實條盾是很怕馬攻單位的 因為他的騎兵沒有耕種技術 龍被蒙姆圖記 或是一些馬攻文明 走A走A 就A掉出自己的騎士遊俠 對 赫拉這邊是很不想要出騎士 但是這邊不出騎士的話 又打不贏現在的馬攻 或是這些騎士的騷擾 好 這邊趕快還是要按騎士 但是戰毛兵兩個趕快按戰毛兵要首點馬攻 OK 這邊細節有在做 不要把傷害打到騎士身上 這個戰毛兵就是出的有價值了 好 其實趕快原地防守喔 好 升到帝王時代 小隊人 這裡要補下三級二級馬凱嗎 還是要先頂個重裝騎士的升級 好 Viper這邊知道自己升級已經落後了 趕快給對方更多的兵力壓力 但是這邊戰毛兵的數量真的很多啊 Viper這裡的馬攻可能會越換越虧 而且現在騎士的體質優勢已經展現出來了 帝王時代 騎兵跟步兵近戰防禦加兩點的特性 讓挑戰人在騎士爭霸之中 打出了自己的優勢來 但是 Viper也藉由這一波打鬥 爭取到時間把這根城堡蓋起來 空到了一些農田還有這個黃金 但是Hera這邊已經帝王時代了 城堡一蓋好就可以見到巨型投擲機 這根城堡勢必是會被拆掉了 可能只是稍微控制一下對方的主力 部隊在家裡而已 好 這裡馬攻大量抓到村民 Viper村民術可能要反超了 118村對118村 中午在這個時間點3-4分鐘的時候 順利反超對手 Hera這邊則是展出了巨型投擲機 騎士也補下了重裝騎士 戰狼兵也開始慢慢升級上去了 要繼續升了 三級弓兵甲 這裡如果升一個三級弓兵甲 打這些馬攻就會相當舒服 好 這裡補下這個 雕光塔 Viper這邊帝王時代也點下 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那這段時間應該是休戰期 這裡騎士出去的話 十之八九應該是被追著射 很快就被射光了 這裡騎士要稍微爭取一下時間 畢竟沒有三級馬鎧 好 剩下三級馬鎧了 但是移動速度太慢 一直被風箏 很討厭 一直被打帶跑 哇 這個傷害還是很高 沒有化學跟三級射 射三級防的重裝騎士 就已經這麼痛了 他會重裝馬攻再升上去 化學 三級射 這個馬攻就正式起飛了 好 Viper現在這個情況下 是很難擋住騎士的 因為條盾天生的騎兵 所有單位都有抗招牆的效果 用僧侶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解掉 所以可能還是要轉出大量的馬攻 或者是轉出重裝長槍兵 擊兵出來也可以 但擊兵沒有三級甲 所以 真正要打起來的話 還是用馬攻趕快成型可以更好 也可以接續帝王時代的化學三級射 跟重裝馬攻的升級 好 那如果對手是走馬攻路線的話 Hera這邊條盾人 三級弓箭甲要趕快提升了 這個戰毛兵是他唯一擋住馬攻的方法 還有火炮 投死車跟爐炮 但是以上這些方法 經濟對實惠的方法還是出戰毛兵 戰毛兵造價成本低 而且有三級甲 稍微能扛一下 三級射的馬攻 沒有三級甲的戰毛兵的話 是完全扛不住的 很快就被射穿了 好 這裡稍微擋一下 好 再往前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三級 騎兵甲還有化學 重裝馬攻需要900肉 看一下這邊肉要存一下嗎 好 先點下一個安息人戰術 提升一下馬攻的防禦力 ERA這邊是繼續轉出了 弓兵系的東西 但是弓箭甲還沒有提升 還是要點化學 用火炮反制呢 但是前線又補了這麼多射箭場 還是選了一個經濟又實惠的打法 好 VIPER這邊偷偷蓋寶 ERA這邊不知道我會發現 好 三級甲還是補下了 好 重裝馬攻 VIPER還是沒有辦法點下 點下了拇指環 安息人戰術 好 這邊是馬攻 哇 這個騎士貼上來 但是很快就可以拉回來 好 現在就射這麼痛了 待會重裝馬攻再點下去 直接起飛 結果這邊稍微圍了一下 沒有繼續圍 是不是有點太小看ERA了 ERA騎士直接過來 來 砍掉了一隻村民 在翅膀之後還是蓋好 OK 這麼近的距離 要按自爆桶還是巨型投資機 好 VIPER這邊選擇是巨型投資機 但是ERA這邊早就已經有巨型投資機在家裡了 好 待會可以拉過來 繼續拆除 在這個位置 好 最後巨型投資機沒有被收掉 好 VIPER這邊轉出了大落馬 重裝馬攻反而沒有先升級上去 中間的位置 再重新補律跟城堡 開始要轉落馬 狂噴 好 VIPER 跟ERA 都是打150吋戰術 經濟非常強大的一個農法 可以支撐自己的科技 跟出兵的數量 好 右邊這個礦 稍微挖一下 就被ERA給阻止了 好 這時候 條盾人也點下了遊俠的升級 他有三攻 VIPER這裡很尷尬 城堡雖然快要蓋好 但是現在要擋住遊俠的方法並不多 只能轉槍兵喔 轉這個肉馬配馬攻 打起來還是需要重裝馬攻才打穿遊俠 好 這裡 起兵還是做到了一些事 VIPER的順速 稍微下降了一些些 這邊 這邊也是 寸數已經佈滿了 150吋 只剩下136 好 這個資源量應該要點喔 重裝馬攻的升級 好 點下去 重裝馬攻 大羅馬也升級好了 也有三級馬鎧 還好現在還沒有三級攻 如果有三級攻的話 這個大羅馬砍三刀 四刀就可以死一吋 我們三刀 好 重裝馬攻 還沒有升級好的關係 打遊俠還打不太穿 但是傷害也是已經夠痛了 還有幾秒鐘的時間 好 升級上去 重裝馬攻 好 終於可以一發一隻遊俠了 哇 這時候 Riper才點下二級伐木啊 沒想到二級伐木這麼慢點 剛剛忙著打架 一直忘記要升級 經濟科技了 好 這裡 Viper的重點 要趕快 讓這個馬攻自由開火 然後不要有異常的問題 哇 這個遊俠被馬攻高打低 血量直接蒸發 但是馬攻被戰毛兵射還是很虧 Viper可能需要用更多弱馬 去解決這些問題 好 點下金冠技術 無神論 這科技 怎麼會點呢 忘了是點銀罐啊 無神論科技呢 是可以讓對方世界奇觀 跟聖物的奇蹟倒數 增加一百年的時間 那我記得他還有一個特殊作用 有點忘記了 所以我記得無神論點下之後 還有一個特殊能力 好像是沒有寫在科技術裡面 不知道現在新版有沒有提升進去 好 這一波來看一下交戰 遊俠往前 正好兵在後面抽點巨頭C 一時間被Viper的巨頭給反打回去 好 後方三台巨頭 在D打高 上方的高地寶輸出 城堡收村 馬攻 馬攻正面扛遊俠的傷害 扛到頭破血流 Viper這邊的馬攻數量只剩下36隻 數量不是很多 後面有更多的遊俠走過來 Viper這邊還要再繼續出肉馬 聘馬攻的話 可能會打後頭破血流 馬攻的數量已經快要匯不成軍 數量已經剩下少量的二十幾隻 還有三十隻 二十幾隻 剛剛遊俠過來的 好 這裡大量的肉馬直接往後面 包夾一下後方的戰毛兵的輸出 好 遊俠直接手撕 但是後方的鏡頭C也被拆掉了 現在就跟城堡 無人能拆 OK 最後大肉馬 解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遊俠開始也被馬攻給克制住了 Hera這一波的爆兵 爆到頭破血流 Viper這邊也是 把黃金用到最後一刻 但是馬攻數量又慢慢成型起來 回到四十幾隻的數量 後面的鏡頭C 再一次架起來 這邊Viper趕快修理城堡 Hera這邊則是爆出更多戰毛兵跟遊俠 OK Viper這邊的肉馬也是繼續按 但是現在 只有條鎮有工程器 這一波遊俠 在後面直接BD 開始繞備 好 正面的肉馬往前 想要直接拆巨型投射機 有機會嗎 好 最後摸到了幾下 半血應該是摸不掉 能摸掉的話就很賺 哇 差一刀 被Hera硬生生 把這個血量給修了回來 好 Viper有要按巨型投射機嗎 但 Viper的黃金已經不夠了 這個金要是不能挖的話 自己就要大大零頭了 然後變成資源 都來到了非常緊繃的狀況 好 我想起來無神論是什麼 無神論的科技效果 還可以讓Hera這邊撿生物的黃金鏟的速度 減慢50%了 這是後期才加進去 我記得最早期好像沒有這個效果 好 後面 Viper是繼續闡述更多的滿功 51隻 弱馬開始撐 K博士大絕戰 Viper很努力想要把這根堡給修起來 但要打專命來說的話 還是有點痛苦 現在沒有夠多的肉可以去產出 大肉馬 好 那Hera現在是打正地戰 這裡高打B 換一些遊俠 遊俠數量開始慢慢減少 但是數量還是很多 這一波要直接上高地 壓制 Viper Viper Viper這邊直接鑽到了馬舟中間 好 原地反擊了 好 馬攻原地開始射擊 弱馬趕快上去點讚毛兵 點讚毛兵 沒有被摸到 弱馬直接被遊俠給砍到地上戳 Viper已經被控到了 沉重去後方 右邊的幾隻遊俠也在騷擾 趕快拉走 終生吉西 好 右邊要趕快 好 山東吉西 終生吉西 這樣子 好 遊俠繼續往前 29隻 哇 29隻數量太多了 不只是29 40幾隻了 這裡遊俠到處亂吞 現在Hera的目標 是要來抓Viper這邊的墓區 Viper這邊的墓區一直被騷擾 沒有辦法很安全的挖掘 湘米樹也只剩不滿100村了 好 這時候下三攻 要打贏好像有點困難咯 Hera這邊全能努力 再補游俠 這邊游俠 還是有體質上的優勢 放著不管 他還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Viper這邊甚至按肉 按到有點 按不太齊了 有點貴 紅田不太夠 肉有點少 因為剛剛有一些村民都收村 沒有正常的去採支援 Viper家裡經濟有一團招 只剩下28隻的馬弓在這裡 丁一坨馬弓 在BD嗎 沒有 這邊是用肉馬BD 好 馬弓直接去右側 想要抓掉這一坨遊俠 終於找到了 好 稍微拉走一下 被追逐的馬弓 好 Hera這邊也不急不許 慢慢的用巨型投射機 拆掉了前線的所有的軍事產能 中間龍田補下了非常多的馬弓 馬弓數量回到18隻 用馬弓最後決戰 Micro顯得有點吃力了 用馬弓真的沒有辦法的樣子 好 左邊的伐木村民直接被抓爛 兩隻遊俠立大功 砍了14隻的村民 哇 我的天 太狠了 Viper的村民處剩93村 現在牧區都很難正常挖 這裡又有三隻遊俠抓到牧區的村民 Viper應該是要最後決戰了 馬弓開始來點射遊俠 大洛瑪上弦去抓戰毛兵 跟巨型投射機 但是都沒有抓掉 又被遊俠解掉了這一波的 洛瑪衝鋒 前線的遊俠雖然在追逐馬弓 但追不到 最後也是死了一些遊俠 但最後應該是耗不過這些戰毛兵才對 好 右邊的四身被打破了出來 Viper這裡危險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Hera最後一波打得很不錯啊 打得很穩定啊 沒有像以前年輕死的那種衝動啊 如果是以前年輕的Viper的話 就想要衝波一波 直接衝到農田裡面 跟Viper打一個大後期 然後Viper就很容易靠著自己的操作 把這個劣勢打成優勢出來 那Hera現在是越來越成熟了 再也不是年輕人 不衝動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Viper是輸了大約3000左右的資源 那Viper到了後期 大家都覺得它是必須的狀況 你怎麼不找頭 是因為它有四生物的關係 因為畢竟如果我有四生物的話 即使遇到這個局面 還會覺得四生物還在 那就還有希望啊 那生物被打噴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沒希望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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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 derivatives